民眾身批以色列國旗 聚集在街頭高舉標語 近期全球各地挺流潮遍地開花 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 也能看見大批示威者 加薩走廊至今戰火綿延 德國總理肖茲 日前也譴責哈馬斯 並且呼籲雙方停火 蕭茲強調當局必須盡全力 反擊反猶太主義 以確保國內的猶太族群 能夠安全生活 另外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則重申 柏林當局將與以色列團結一致 以此同時數百名抗議者 也聚集在法國巴黎 艾菲爾鐵塔附近 呼籲哈馬斯釋放人質 而聯合國方面也希望中東區域的戰火 能夠早日終止 讓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當地各國居民 再次看見和平曙光 再次請我們視頻報導